字幕志愿者 抛杉雅 Hello Hello, 各位好久沒見了 跟各位遊玩了 上次出現, 還穿着一件羽絨 現在一件衣服可能都覺得有點熱 一月到五月,其實就切斬眼,功夫一會就過去了 但2020年到今日,40個月多一點 但這段時間好像無論怎樣斬眼都過不了 真的令人沮喪 時間這家,真的有點觸摸不了 今天就繼續帶大家在佛山諾德州 順便說一說最近發生的事 其實五月份這些初夏時節其實是比較適合遠足的 因為天氣基本上不是想吐下雨的時候都挺好下 而且加夏仍屬於那種可以比較自然的 在空調房和室外之間彈出彈入 畢竟你過多一會兒就只想躲在空調房裡 沒什麼東西就不會彈出到外面 但今時今日就在街上逛逛 不要去一些貢獻的地方 因為你想去的遠方就可能是一個風險區人 雖然說近段時間遠的去不了 但去旁邊其實都應該沒什麼 但其實現在去旁邊都不一定可以 那為什麼呢? 雖然說廣州加熱就小那聲 但是很不幸的就是這幾天機場那邊又出現了些情況 所以搞到那個五一假期有些陰影 而且因為佛山的防疫方面其實是比較嚴重的 很多場所是會檢查你的行程碼的 你一去過那些有確診的地方 他就不會讓你進去 所以其實很多人現在都沒什麼必要就是不會出佛山 這樣沒得過去廣州其實都是會有些影響的 特別是我其實過往都去得比較密的 畢竟這個習慣都養成了很久 小時候開始這樣去 去十幾二十年 沒得去廣州就只可以乖乖地在佛山那裡了 不過話說話 我覺得到現在應該都不是很多人知道 廣州和佛山這兩個關係這麼密切的城市 他們最大的分別是什麼 其實是工作和生活的分別 廣州是適合去工作的 那佛山就適合生活 因為佛山這個城市最大的優點其實是休閒 甚至可以說一下有些事 因為佛山市居除了某幾個大型的商業區之外 就是這種路邊全部都是樹架 集著幾個公園的居住社區 街邊就有很多街店 而且近幾年的店舖 變得越來越古靈精怪 又有書店 精品店 咖啡店 和上海那邊會有些少少相似 都是寧靜之中 大點熱鬧 特別是如果你好天的時候過來這裡 你就會看到那些圓光透的樹 射到地面那裡 會閃閃閃閃閃這樣就很好看的 而且這裡的店多數都是會放些位置出來 在路邊那裡 坐著在這裡喝東西 聊天啊 其實是很寫意的 過了這段打燈很快來那邊 就沒有很寫意的 但是這回來的就不可以 全部都要挖到很寫意的 。 只要一邊去看 然後再給它看 但你可能會在這裡看 其實可以看 很寫意的 其實我自己的地方 就是不夠寫意的 那些地方 最寫意的 就是不夠寫意的 你自己的地方 其實只是不夠寫意的 如果我自己的話 坐著在路邊 去吃東西 這家家家是不可不測的 雖然說過很多氧氣粥 但剛才看到的, 氣車也很足 坐在馬路邊, 喝一下飲水 過幾個小時, 買了那麼少的廢氣 很益 所以我要氣的話, 多數一人在這裡 行李南天地, 因為單車都不能踩 長時間去其他地方, 其實都不一定是一件壞事 因為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讓你重拾往日的足跡 還有去發現一下, 那時你忽略了的精彩 特別是在佛山這個城市 尤其是在市中心的洞洞洞洞 又真的會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驚喜 其實這樣也算是一個巧合的 因為近幾年, 這裡是改造 應該是覺得新天地搞得比較好 所以佛山這裡很多舊的街都改造過 側翻旗里 看看這裡的旗里, 屎坑也有一個人 而且近幾年的舊街的改造 好像會比較靠近小挖行的感覺去走 就好像這間花店一樣 這間屋是文物 不過之前是危樓, 差不多軟 家庭一直這樣, 挺有趣的 把破壞的地方整理好 其實對於一個城市來說是不錯的 但可惜這些改造的地方 其實不會有很多人知道 主要是因為佛山這個城市比較奇葩 為什麼說是奇葩呢? 因為它的交通比較難要觸摸 就好像佛山地鐵一樣 佛山地鐵在經過舊城區 所以只有那幾個站 而且那幾個站都會原理地避開 這堆靈潮清潮下來的街道 地鐵不經過這裡就死了 因為過來佛山 很多人都會在廣州搭地鐵過來 地鐵附近那裡 有東西看就會有看 基本上就是去祖廟 然後去李岸天地就算了 馬路對面有東西看其實都沒有人知道 不過這樣其實都應該沒什麼所謂 反而這樣會很符合這個城市的特色 因為這個城市一直都好像一副 沒什麼所謂 有就有沒有就沒有的感覺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時isp anda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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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